好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美丽的博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博鳌的亚洲论坛中心 我右手边明天就会即将举行 亚洲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 明天很多领导首脑都会在那里进行会晤 那么在今天晚上就已经提前会进行一些分论坛的开幕了 分论坛今天晚上有一场是关于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主题活动 我们到时候这张台晚上8点钟也会进行一场直播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提前来探盈探盘一下 看看今天晚上参加这场主题论坛的体育明星到底有谁 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随着政府的政策资金的大量的投入 未来我们的体育发展是进了一个黄金期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些产业精英们 能够给我们进言献策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谁 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会 我们的会 女生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都是奥运冠军 你好请坐请坐请坐 五米侠 我们要给大家抽屁了一点 来来来你坐坐 非常非常自由 您这个是待会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主题活动吗 待会晚上 对啊 我会和女排的大高哥们一起站在一个舞台上面 很有压力 现在晚上女排会有很多大高哥过来是吗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会是迷你版的 我们都坐着是吧 你看看我也压力特别大 那给我也来个凑子呗 这样就没这么大压力 这一次您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围到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还是一种健康吧 体育呆多了 我觉得现在补迹的都是在全国去宣传一个健康的一个理念嘛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体育人 也是说从事了多年的体育工作 也是说跳了25年的跳水 那我觉得体育确实能让人的心情以及你的整个一个星辰在下 可能比一直不运动的人会快很多 也会显得年轻一些 你看我体育的人其实皮肤都会比较好 对 所以进度可以稍微推进点都没有关系 我们一般都是很肤炎触劲的 对跳水一大化妆就会变成熊猫眼 这就是成为奪冠奥运冠军这个奖白心牌最多的原因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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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赛兰上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去享受 其实在跳板上或者在跳台上的这一瞬间 因为这是让我们可以去为中国去说真的荣誉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说也是说天天在那练练练可能成天上万个这样练下来 也就为了可能这么几秒钟或者说一段时间五个动作六个动作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是非常认真去对待不会想去别的真的是化妆为了美去出镜怎么怎么样 还是说希望把你所练的能够在技能前表现得非常舒适 那好像听着你去年这个已经宣布这个推演 对对对没有在跳 没有在跳 所以不是不再素颜出镜在那个跳水场上了 那你这一块的话之后就是有什么变化 这个体育运动员推一下之后 会不会还跟原来一样要保持一个这个健康性 运动的这个常态的训练啊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其实也懒惰过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之前一直练去自己有点厌烦了吧 也是说极度的这种训练下自己说希望能够偷掉懒 但是一段时间就是不规律的这种生活下 我觉得自己其实身体啊还不如以前就是每天在训练的那种时候 那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又不会感觉自己说不行 可能要系统的开始要运动起来 不是说要过多的去怎么怎么样 像以前这种高强走 但是你要适量的要有一点运动 然后看到你开始参加一些长跑啊 是不是有 可能长跑对我来说现在还是有点太极限了 因为不是说你随随随便便一个人 可能就能去跑个马拉松或者人家 身体也是吃不消也是过度的这样子损伤 就是需要每天都要去一点点系统的去跑 才能说可以参加那个全程啊拌麻这种 那我觉得你跑个几公里啊这种锻炼锻炼 然后可能跟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一种心态上的去开心的这种去锻炼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么你这个就是今后这一段时间 然后有什么规划 对自己这个 我看你现在紧张 我在镜头啊电视上面啊 几档这个综艺节目好像看到了 有吗 我喜欢看什么比如最像大马啊什么这些 还天天上上了是不是也上了 最近上了一些这样的有一些时间了 等于是说现在可以参与一些这样的互动的一些 其实我是也是说之前都是在围绕跳水嘛 那我觉得既然现在说想给自己一段时间去 可能接触一些更多就说跳水以外的一些事物 那我觉得就要去尝试更多的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嘛 我去参与一些节目也好参与一些走红毯也好 我觉得都是让自己去体验跟以前就跟跳水不一样的这种东西 也是说能够去扩展自己的一个生活圈 然后也能交一些更多的朋友 让自己不是仅限于在跳水这个圈子里 那我觉得可能以后围绕着这个心态是会在体育这一段 就是不过是往这个综艺方面转型的这个 就是去超市玩一玩享受一下 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可能想去 去说挑战一下也好 想去可能看一看就是体验一下也好 不会说一直就是往这条路上去走 那这个体育运动员可能这方面可能都喜欢这个 这个是寻求一些更新的一些挑战不断的挑战 因为体育其实对娱乐明星来说 他们也会有想去接触体育 也去可能去打打拍球啊 也有说跳水项目也有其实也有这类似的节目去做过 他们也想去挑战一下自己 也是说看到一些就是体育明星能够跳出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可能都大家之间可能都会想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那最后问你的就是你这一块的话就未来 你说这个转型还是围到这个体育方面 你有哪些打算包括跟今天你看主题也比较契合 未来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之路是非常的宽广的 你在这块可能也也会有继续大有所为的这个一个表现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提到一个其实就是健康的理念 那怎么样去健康 首先肯定是从身体的健康是最明显的 应该是起步开始吧 那我觉得还有思想健康各方面是一个综合的 但是我们说体育就是动运动过来的那那就知道 肯定是一种运动去带给人家健康 是能够让你身心能够去愉悦的这样一种感受 那我可能之前因为也有 人买一个搬了一个那个中国健康 对健康形象大使 那我觉得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责任在身上 所以以后可能更会往这方面去倡导大家 那我还要帮王友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你这个体育 这退役了之后这个体育的训练强度也减少了 很多王友们可能在健身的时候 他就是挺下来了之后 不运动了之后这个身体就会反弹 就能长得比较比较胖比较爽 那么在你这看 我觉得身体身材怎么保持的怎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还是有一个健康的什么 循序渐进的一个健身方法 首先我觉得在饮食上面会说是 规律不是说暴饮暴食 那你 作为我来说可能 可能父母的肌肉条了嘛 所以我在减肥这条路上 我还挺庆幸的自己 没有说为了减肥而 可能过多的去扶脑过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这种 肥胖的人群在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锻炼 然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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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把这样一个肥胖能够减到一个正常性 这样才能更健康嘛 好的 其实关键词还是基因 其实每天真的来源于基因 行 我希望大家基因都能够遗传的非常好 这样也不会太多为了减肥痛苦 或者为了什么烦恼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你非常感谢 好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进去探班一下 跟着我们的情况